学佛要从哪里学起 今天下午 陆小学生带了一个朋友 都是七十多岁的 学佛学了几十年 到这来问我 应该怎么学法 我就告诉他 年岁大了 古人常讲啊 人生七十古来兮 还有多少年呢 我劝他一切放下 老师念佛 要知道修学净土 求生净土 只有一个清净心 心进则脱进 从哪里下手呢 我今天送他一本无量手机 我说你就从这下手 过去几十年所修的 统统放弃掉 不要了 那是盲修下列了 从今天起开始 从头学起 就是一步音念到底 先念三千遍 把心念定了 心念静了 一般人念经 心为什么不定 为什么不静 他不能遵守三个原则 这三个原则我们常讲 第一个不怀疑 第二个不间断 第三个不夹杂 搞这个是非人物是夹杂了 管别人闲事也是夹杂 把自己的真正功夫忘掉了 管别人的闲事 你说这怎么得了呢 这个法门 我们在讲习当中知道 最有福报的人才能修修这个法门 我们修的时候很多业证 为什么没有福啊 为什么没福呢 多管闲事 就没福了 不肯放下万元 这个人没福 有福报的人心清静 心清静就是有福报 心不清静没福 不是说你有钱有势 那是福 那是空的 有钱有势 你死了再不走啊 世界明文立扬 也不过是借给你看几天而已 你就那么迷惑顶倒了 那不是真的 真正的福报是清静心 是无比的智慧 清静心起作用 就是智慧 你有智慧 这才放光